今日金报 带您来看到发生在昨天深夜11点多 高雄的小港区发送一起追撞车祸 当时是一辆黑色轿车 在小港区追撞了两台机车之后 肇事逃逸 紧接着又在小港机场前的路口 追撞到另外一辆继承车 而这一撞造成小黄万长 以及乘客两个人一度受困在车内 经过抢救 两个人还是双双伤重不治 至于肇事驾驶事后被救出来送医 根据警方调查 这一名肇事者他曾经有癫痫病史 事发当天晚上他去医院要探视母亲 但是为何速度这么快 赵逃之后也没有减速 还沿途闯了三个红灯 目前响泄肇事原因还有待警方 调阅监视器之后离情 监视器画面小黄停等红灯飞来横祸 被黑色轿车大力追撞 撞起力道之大 小黄一连转了好几圈 就连撞人的黑色轿车也转了360度 这才停下来 不止如此往前的一个路口 照射的轿车也在这里飞窜 一样闯红灯 停等红灯的机车被无故颇及 车祸现场触不清新 小黄的车体被撞了稀巴烂 连车门都被撞飞 整片掉在地上 消防和救护人员到场 用破坏器材割开车门 把车内的问奖和乘客给拉出来 中战人员和时间赛跑 把受贿的两人都给拉出来送医 但急救以后仍然回天乏术 而肇事的黑色轿车驾驶就是他 也被从驾驶座拉出来 送医以后意识清醒 脸部和双臂的膝盖有多处的撕裂伤 右胸肋骨两根断裂 送进家户病房观察 这起追撞车祸 就发生在7号深夜11点多 一辆黑色轿车速度飞快 在小港的沿海路和康庄路口 就闯了红灯 然后在沿海一路22号撞上了一辆机车 轿车没停 躁逃 就在中山明义路口又闯红灯 再插撞一辆机车 最后在中山和大叶北路口 大力冲撞小黄 沿路四个路口近700公尺 共闯了三个红灯 是没有疫情 是沿路行驶 是没有减速的迹象 有关这个是不是肇事原因 这个有带领轻 警方调查 肇事的驾驶事发当晚 是要到医院探视母亲 抽血检验 没有测出酒精反应 不过他有癫痫的病史 这起追撞车祸 共造成了两死两伤 是机械还是人为 有在警方调阅监视器厘清 不过肇事驾驶 涉嫌躁闯红灯 加上智人与死 清醒康复后 得要面临多项刑责 一种从陈立国 叶红荣高雄综合报道